朱云哲卡 哎 寡人虽在万人之上 却还不如这池水中的小鱼自由啊 皇上 哎 你我何必如此客气 你是我的恩师 在朝中有文武百官在场 不得已才行这些君臣之礼 现在无外人 这些繁琐的礼节就算了吧 谢皇上 你瞧你 又来了 忘了 忘了 该打 该打 这样才对 你们暂且下去吧 是 来来来 坐下坐下 今天我们师徒二人 不谈国事 只谈心 大家看守护 大家看守护 我们下期待 要不要到 我们下期见最后 我们下期见 朱云已经写好奏折 要参您一本 朱云 哪个朱云 就是 怀里县的县官 朱云 一个小小的县官 也要参我一本 丞相 此人表自有 从小轻财好下 方圆百里的百姓 对他赞不绝口 朝礼也有不少大臣赞赏他 小心为妙 连皇上都对我礼让三分 他一个小小的县官 也不称称自己脊两重 我倒要看看 他有多大的能耐 朱云 您有何事要走 回皇上 当秦朝廷内有些大臣 利用权势谋取私利 欺军害民作恶多端 臣吞请皇上 此上方报建议 先看下一个坚持的脑袋 以警校友 你要看谁 安昌侯丞相张宇 你一个小小的县官 竟敢在大廷之上 诽谤朝廷大臣 并又辱骂帝尸 简直罪不可赦 皇上 微臣说得拒之属实 且证据确凿 天下百姓也可以作证 皇上 诛杀奸臣 才能保住国家设计啊 反了反了 来人 给我拉出去斩了 哼 自讨苦吃 皇上 他那种站着官司为不干事 在白领俸禄 什么坏事都干尽的人 留着何用啊 你 给我拉出去 快点 皇上 若让奸臣当道 国家就完了 皇上 皇上 微臣 今天能够 能够追随龙逢和笔杆 由于九泉之下 已经心满意足了 只是 只是不知 朝廷杀我 会乱个什么样的名声 更不知 汉王朝 要回何时 慢着 你说 证据确凿 是的 全部写在了奏折上 奸戟 呈上来 张宇 你可知罪 你可知罪 呃 微臣一时糊涂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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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可去张宇的官职 交给大理寺查办 皇上 皇上饶命啊 微臣 微臣知错了 皇上 朱云随为一个小小的县官 却不畏强权 忠心耿耿 无罪释放 谢皇上 这门槛 不用找人来修了 留着他 让我时刻检讨自己 以后就用他来表彰 直言赶紧的大臣吧 朱云 朱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官 竟然不畏强权 千里迢迢到金城去向皇上借用上方宝剑 想要斩掉金城章鱼 当皇上一怒之下要杀他的时候 他居然毫无畏惧 心中想的仍是除奸成恶 为民除害 其忠心耿耿 勇气可嘉 是中国历史上的忠诚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